Hello,大家好,我是Howard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是加拿大移民系列第4-1期 为什么是4-1呢? 是因为我这个分享的其实是和学习许可相关的 但是的话我单独把它拿出来作为一期 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因为在平时的咨询中 包括我们实际生活中碰到的话 很多人对这个我拿到学签以后这个工作 是有哪些是可以工作的 哪些是不可以工作的 或者是说我未来要准备申请毕业工签的时候呢 可能也需要满足哪些条件等等 所以的话我单独把它作为这一期来和大家分享 对于呢即将来加拿大留学 或者已经在加拿大留学的这个同学们呢 我个人觉得是很有帮助的 首先呢我自己在YouTube小红书 bilibili和自乎呢都在分享加拿大移民和加拿大留学的相关资讯 如果大家觉得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请关注点赞和收藏 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与我取得联系 那今天的话题的话我会从以下几部分和大家分享 第一部分呢我们还是简单来看一下 学习许可的一些法理依据 第二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学习许可与工作 校内工作啊校外工作啊还有这个毕业工签啊 还有涉及到这个毕业工签的这个配偶工签啊 或者是学签的配偶工签啊等等 第三部分的话主要来看一下毕业工签联邦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法律的这个案例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的话就是在加拿大的整个移民体系中呢 他的这个学签这个旅游签啊工签啊等等呢 都是属于临时居留啊这个状态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具体看一下这个学习许可的一些法理依据 那我们在知道呢在加拿大的这个法律体系中呢 最权威的就是加拿大的宪法1982年的宪法 那和移民相关的呢最权威的法律呢 我们叫ERPA也叫这个移民法啊 接下来是移民法条例 那很多人会有疑问说那移民法和移民法条例有什么关系呢 大家可以理解说移民法呢 它是一个比较这个宏观的一个规定 那移民法条例的话就更加一些微观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这个Policy 我们比如说生活中会遇到的这个EE的这个打分啊 那就是在Express Entry的这个Ministry Instruction里面 或者是这个PDI 就是Program Delivery Instruction 还有就是Operational Manual等等 这些呢就是说在具体实施这个法律的时候呢 可能需要参考的一些这个政策 但是这要注意的话它不是法律 最终我们要来讲究这个最权威的 还是要回到法律中去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一些和我们相关的 第一个的话就是这个ERPA移民法条例的188 ELC 这里面的规定的话就是其中有一条就是说 少于六个月的项目或课程是不需要学签的 但是这里的话需要大家了解一下 就是说不是说你学六个月以内就不需要学签 而是说你学这个项目必须是小于等于六个月的 这里面还是有区别的 因为如果说你去读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本身是大于六个月的话 那在实际的过程中可能会有麻烦 那涉及到就是说你未授权读书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213214215 那213214215分别就是大家在申请学签的三种方式 一种的话就是在入境之前申请 一种的话就是入境的时候申请 那入境的时候只有美国、美国绿卡 这个格林兰岛、森批和米克隆 这几个地方的人才符合在边境申请学签的情况 那接下来215的话就是入境以后申请 那有很多种情况 但全部在215里面规定的 包括比如说我们手支的这个旅游签转学签 就是在2151F里面规定的 那这个旅游签转学签的话 这个政策呢 其实是从2014年的6月1号开始才实施的 那216的话大家比较熟悉 很多人的学签被拒签的话 基本上都是因为216EB啊 一些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个216呢 就是说是学期许可签发的标准 也就是说你不满足这个标准的话 就可能会被拒签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216EB 这个我刚讲过了 就是很多人拒签绝对会有这一条 就是说216EB 这个这里面的话主要是强调的是一个自流倾向的问题 2163呢是说你如果去魁北克读书的话 需要申请CEQ 219的话是说你必须获取学校的offer 220的话主要就是资金的支持 所以大家在提教学习许可的话可能也会用到220 因为的话你要向签证官去表述你满足这个法律上面的这个规定 因为比如说很多有人携人准备了200万100万 最后被拒签了说资金不足 那是为什么呢 我个人感觉就是说你虽然准备了这个资金 但是不能证明你因为你没有描述 那可能在AI在进行抓取数据的时候就抓取不到 那可能会签证官又在没有仔细看你签证材料的基础上 那大概率你就是会因为你的资金不足而被拒签 那ERPA就是移民法的10.1的话是需要你录指纹 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正常来说 如果你是第一次申请家那签证的话是需要录指纹的 当然那如果你在之前录过了那大概率是不需要录的 ERPA的162B呢 这个是关于这个体检的 当然那体检不是所有人都需要体检 是部分人才需要体检 这个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是否符合自己相关的情况 那ERPA的22呢这个-2呢 这个主要是指这个双重意图 在我们去了解如何申请或者是了解具体规定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看这个policy里面就是我们的PDI 那这个的话会讲到很多和你申请学习许可相关的内容 大家可以去详细的去看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部分就是学习许可与工作 那这部分的内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大家的话就是可能和自己在实际生活中的用处会比较大 我会分四个部分和大家分享这一部分的内容 第一部分是说读书期间的工作 就包括你是校内工作校外工作还有co-op 那第二部分的话是关于学习期间 学签持有者的配偶和孩子 那第三部分的话是关于这个毕业工签 第四部分是关于毕业工签持有者的配偶和这个孩子 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校内工作 那校内工作的规定呢是来自于移民法条例的186F 简单而言的话就是正常来说 你是可以在校内工作是不限时长的 但是要求的话必须是全日制的学生 需要提前申请这个C number 然后可以是几份工作 但是不能是语言学校 也就是语言学校你是不可以打工的 另外的话需要注意你的学习许可上有没有一些限制 因为不是所有学习许可都可以工作的 需要注意一下 啊接下来看一下校内雇主 那校内雇主的话也有很多种类型啊 可以是学校 可以是这个老师 也可以是学生的组织 可以是学生自己在这个学校自雇 比如说你在学校开一个小的便利店 啊学校内的生意啊也是可以的 还有包括你远程为校内雇主打工呢 这都属于校内工作的一个范畴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校内工作校内的一个界定 那首先来说的话就是啊 你必须是全日的学生 另外的话你必须是给这个相应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校区工作 那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是在多大 你多大的本校和四加堡校区呢都属于多伦多市 那你可以为给这两个校区同时就是工作 但是如果这个校区是在不同的城市 同样以多大为例的话 比如说你是多大这个密西沙加校区的 那你的话就是不可以在这个多大的主校区工作 啊当然呢有一些特殊情况下的话 学生甚至可以在校外的工作 那主要的话就是比如说啊这个学校 他本身在外面有一个研究机构 或者是医院图书馆等等 这是可以的 但是里要需要注意的话就是说 他的工作必须是与研究经费严格相关的才是可以的 不是所有的这种都是在这个啊 属于这个豁免的范围之内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校外工作 那校外工作的话是在这个啊 这个移密法条例186V规定的 那其中呢它有几个这个要求 第一个的话还是必须是要求全日制的学生 第二的话就是你这个项目的话必须是大于六个月以上的 第三个的话就是说你虽然是允许这个全职的工作啊 在特殊情况下主要是指这个schedule break 比如说summer break啊或者reading week啊 这种你都是可以啊工作20个小时以上的 当然了现在有一个政策就是从20个小时变成24个小时 但是到目前到这个文档发出去之前的话 这个政策还没有正式的实施 大家要注意一下 那校外工作的话 它也包含这个资过啊 包括远程为外国雇主打工 那因为有些人会问到说 哎我现在是在加拿大读书 我能不能给我之前的雇主打工呢 这个是可以的啊 并且这类工作的话是不计入这个20个小时的上限的啊 另外我刚刚讲过了就是说你可以 如果你是这个regularschedule break的话 可以是不限制20个小时的 另外的话校内和校外工作是可以累加的 比如说你校内工作40个小时 校外工作20个小时 你一直工作60小时都是可以的 对 但是大家需要注意一个共同点就是说 无论你是校内工作还是校外工作 你必须保持全日子学生才可以 接下来校外工作的话 含一个特殊情况就是这个罢工期间 那学校有时候会罢工 比如说我们知道去年的话 这个约克大学就有罢工 那学校在罢工期间的话 学生在校外工作的话 最多也不能超过20个小时 但是如果学校是在这个schedule break的期间罢工的话 学校在校外是 学生在校外是可以全职工作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这个工签 我们叫co-op工签 这个工签的话是来自于这个移民法条例的205条 它是属于一个LMI 来豁免的一个公签 那一般情况下的话 这个学签的话是和co-op一起申请的 但是呢也可以分开申请 那个工作时长的话 这个是不限这个时长的 所以在这个理想的情况下的话 学生可以校内工作 校外工作再加上co-op工作 如果他们精力足够的话 另外一点的话 雇主必须适合学校有co-op协议的才可以 当然呢 大家需要注意的话就是说 你有学习区可不代表你可以工作 那他有一些情况 首先的话 如果你是读的是语言班的学习 那是不可以的 当然呢 这个要注意啊 你单独的语言班和你语言班和专业课双路 那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是单独的语言班 那是不可以这个工作的 但如果你本身是语言班和这个专业课双路的 那我觉得是可以的 另外的话 这个学生不是全日制的学生 这个需要注意 如果你是part time的话 是不可以这个工作的 第三个就是说 你学习许可失效了 除非学生处于态定身份 这个主要是指的是 你申请毕业工签之前 下面一种情况是说 你在申请休学期间 比如说你向学校申请请假了 不管是因为生病啊 还有其他的原因 那在这个期间的话是不可以工作的 那另外的话 如果你的学习许可上有限制 说你不可以工作 那你也是不可以工作的 因为比如说 有的这个学签上面呢 就说你不可以这个在校外工作 那有的的话就会说 你不可以在校内工作 这个一定要看一下自己的这个 学习许可 因为之前遇到过一个案例是 就是有一个人呢 他的学签上面的话 他就显示他不可以工作 他最后工作了 那最后被发现了是很严重的后果 还有一个就是说 学生已经毕业 那如果他没有新的这个 学习 比如说你本科毕业要读研究生 但是呢 你没你本身你去本科毕业 你就要申请毕业工签了 但是你还没有申请毕业工签 那这个时候的话也是不可以工作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比较特殊的 我们叫207工签 那这个207工签的话 主要是指针对一些品控学生的工作许可 一般的情况呢 是因为家庭破产了 比如说你们家之前是做这个开企业的 那突然的倒闭了 导致没有办法给你交上学费 那学校呢不给你注册 你没法是全日子的学生等等 那还有比如说 嗯 国内的动乱啊 战争啊 银行体系崩溃啊 或者是外汇问题啊等等 都有可能会申请这个 207的这个工签 当然呢 是需要有相关的证据支持的 不是说所有人都可以去申请 这个207的这个工签 那第二部分呢 我们来看一下读书期间学签 持有者的配偶和孩子 这个呢我们又称作为记忆学签的配偶工签 那它来源于的话是移民法条理205C的规定 那它的豁免代码是C42 那首先的话配偶工签的有效期的话 是和这个配偶的学签时长是一致的 那关于这个基于学签的配偶工签的详细规定的话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PDI上面来了解 那从2024年的3月19号开始呢 基于学签的配偶工签呢 仅针对于博士 硕士项目的话是必须是在这个16个月 呃 时长才可以 还有一些就是专业学位的项目 比如说牙科的这个 呃 牙科的医生啊 法律的本科 JD法律硕士 这个艳光学的博士 还有这个 呃 药剂 受医学博士 护士类 教育学本科 还有这个工程学的这个 呃 硕士 但是需要注意的话 就是说2024年的任何变化的话 都没有阻止说配偶不可以陪同国际留学生 反过来讲的话 就是说 这个即使这个没有配偶工签 你也可以作为威尔尔的身份 留在这个 呃 加拿大 那你在申请的时候呢 需要提供相关的资金证明 啊 这个 呃 可以证明你有足够的这个资金 资金的支持 啊 因为他们是不允许在加拿大工作的 啊 另外的话 当然呢 他们是可以给海外雇主远程打工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基于学签的低令学签或者威尔 首先呢 那根据这个移民法30-2的规定的话就是孩子可以申请威尔读书如果孩子的一方父母的话是这个呃是允许在这个加拿大读书的一种情况 当然那孩子的话也是可以申请这个呃就是就是学签来读书的啊 父母修学期签的话不影响孩子继续读书只要学习许可有效那这里面其实很简单就是说孩子如果父母有学签的话孩子的话可以申请学签读书也可以申请威尔读书啊 那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我了解到比如说在有些省比如说bc省他是要求你有学签的时候呢可能会还会有一些啊福利啊什么的 那下面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要介绍的是基于公签的子女公签这个简单来就是说因为基于学签的你的配偶拿到了这个配偶公签那基于配偶的这个公签呢也可以给子女申请公签 当然呢是要满足相应的条件的那他的后面代码的话是c46和c48 关于这个工作的年龄最低什么时候可以工作的话每个省的规定是不一样的 当然呢可以包含孙女或者孙女这也是有可能的 接下来就是这个毕业工签 那毕业工签的话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官网的要求 我必须是保持全英制的学习状态如果有part time的话拒签概率很大 除非你是最后一个学期是part time 但是的话我们可以看等一下看后面的案例就知道了就是说不是说这是死规定 因为呢签证官也需要有自己结合其他情况的一个判断 那他的这个后面代码的话是c43最长的这个时长的话是三年 首先最重要的一条的话就是pgwp的这个一生只有一次机会 那符合pgwp的学校或者项目的话还有pdi的话我都在下面列了 大家有兴趣我可以翻一下 那现在最新的一个政策就是2024年11月1号开始的话 只有某些专业才能拿到毕业工签 那我们来先看这个要求等一下再看这个相关的一些专业吧 首先的话他规定就是说你在加拿大要连续全日学习并完成至少八个月的学习课程 第二的话就是说已完成课程并搜到di的书面确认表明有资格获得学位文凭或者证书 那学校的话可以是公立也可以是私立啊也可以是魁北克的私立也可以是高中或者是高中教育机构 但是呢他要提供六九百个小时以上的合格课程可以获得这个dvs或者avs的文凭 那我们来看一下2024年11月1号之后的一个变动 首先的话啊 11月之后的变动就是说关于大专毕业以后的话是限定专业 必须是语言是NCLB5或者NCLC5 那本硕博的项目的话都是这个不限专业的话 但是的话要CLB7或者NCLC7 那其他大学的项目的话就比如说你在这个大学读一个这个diploma或者certificate之有的 那这是要限定这个专业的 那限定这个专业的列表的话在下面这个链接 那我也稍微总结了一下一些大家常见的专业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黑名单 那比如说我们知道的这个幼教啊 厨师啊 烘焙啊 会计 气修 酒店管理 牙医助理 洗牙师 行政助理 人力资源 护工 法型设计 商业管理 市场营销 这些都属于都属于黑名单 你去上这些课程的话 都是没有毕业工签的 大家要注意 接下来的话就是这个白名单 那其实这个白名单的话 其实也很好理解 就是说 因为它主要倾向的就是IT类啊 啊 这个技工类啊 还有农业类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水管工 木工 空调暖通 这个供应量管理 针灸 电焊 药剂师 按摩师 护士助理 这个土木工程 中医 啊 这个医学实验室 助理电工 飞机 啊 机械师 这些都是符合要求的 但是大家要注意啊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土木工程 那是符合规定的 但是如果是土木工程技术 那它是不在这个白名单之上的 大家都要去这个 我刚才提供的网址去查询一下 啊 并且和学校确认一下 因为我看到 比如说有些学校 他提供的名单 我觉得是很明显的错误 比如说 他把这个 啊 厨师和这个酒店管理 都放在了自己的白名单上 我觉得这是啊 很有问题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 毕业工签的申请的三种方式 啊 那毕业工签的话 是可以这个 啊 在境内申请的 这是根据这个 IRPI 199的规定 那也可以境外申请 是根据这个197的规定 啊 之前的话是可以去POE申请的 那从2024年的6月21号开始的话 是没有办法去编辑申请毕业工签的 那另外需要注意的话 就是毕业工签 必须在180天内申请 那注意的话就是 你如果学习许可 是在毕业的90天内失效 啊 因为学习许可 一般是在毕业的90天内失效 那如果学生 如果要 所以学生就要在90天内申请 那当然呢 你也可以转换身份 比如说你转换成visitor 或者是说你已经到境外了 那也在180天内也是可以申请的 啊 必须是有完成性和成绩单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毕业工签的这个时长 那首先的话 你这个项目的话 必须是大于八个月 小于两个月的时候呢 是和你学习时差一样的 如果你是大于等于两年的话 是三年的有效期 如果学生两年内完成两个项目的话 那毕业工签的时长的话 是两个项目啊 这个加起来 那加速学习 比如说你之前是两年的项目 但是你16个月完成了 它是按照你的项目的时长来 确认你的毕业工签的时长的 那也还是这个三个月 那从2024年开始 2月15号开始的话 16个月以上的这个硕士项目的话 是可以申请三年的这个毕业工签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申请毕业以后 工签以后的话 这个工作 首先呢 根据这个移民法条例186W的规定的话 是可以全职工作的话 全职工作 那这个毕业以后呢 不能工作 除非申请了PWP 这个需要注意啊 因为你已经毕业以后呢 你已经不是学生了 你没有保持这个全日制的这个学习 你本身就是不能工作的 那你申请毕业工签以后可以工作的话 这是因为在法律里面规定的 属于豁免的一种情况 当然第二种情况 就是说如果你是已经完成了某个项目 你150天之内的话 会有一个新的项目 那也是可以全职工作的 但是如果你不属于这种情况的话 是不可以工作的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关于你在PGWP 省理期间是否可以去啊 这个travel 那这是可以的 比如说你已经在境内提交了 这个毕业工签 你想回国一趟 再回来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呢你需要有有效的 TRV返回加拿大 或者是ETA返回到加拿大 另外的话大家在拿到PWP的时候 要注意自己的这个工作的地点和这个condition 因为有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有人的话 他是不可以在某些地方工作 或者在某个行业规定的话 这个需要注意 之前遇到一个案例 就是比如说有一个人 他呢他的工作的话 因为他没有体检 他那是不可以做幼教的工作 但是呢他拿他不知道 他拿着幼教的工作经验呢 去这个工作 然后申请审提名到联邦最后被拒了 因为你本身你这个工作就你这个工签就不允许你去那样工作 那你就是属于是authorized work了 那就是非授权工作了 那这就绝对是有大问题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身份失效 那毕业以后呢 超过90天或者学签失效的时候呢 就失效了 因为不是所有的学签的话都会给加90天的 正常根据法律规定的话 比如说你是学中项目的话 都是你这个学习的时长加90天 但是不是所有都是一样的 当然呢如果你超过90天的话 你已经不是学生了 正常来说 你可以离开加拿大申请 当然呢你也可以申请恢复身份 然后再申请这个pwp 那当然呢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情况 就比如说你学习许可即将失效了 但是你还没有拿到毕业信 那这种情况的话 你可以申请学习许可续签 也可以申请转换成VR以后呢 然后再这个申请这个 这个毕业工签 这里面需要注意的话就是说 这个时候呢你虽然人在加拿大 你去的是VR 但是你要按照人在境外申请 那另外的话在2024年的8月28号的话 以访客身份在加拿大境内申请工签的这个政策被撤销了 所以这个就是大家之前说的境内旅长工 那学生转换身份以后呢 比如说你是原来是学生你转换成VR以后呢 你在等待pwp期间是不可以打工的 这个需要注意 如果你转换了身份 你是不可以工作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转换身份 你在学签失效之前 你已经申请了pwp 那是可以工作的 最后一个我们来看一下毕业工签持有者的这个配偶和孩子 那这个后面的话是根据C41和C47 那现在的话就是说T20到5都是可以申请毕业工签的 但是的话在未来的话可能只有T20或者1 还有就是官网说的是professional的这个occupation 才可以去申请这个毕业工签 这个基于毕业工签就是基于工签的配偶工签吧 这个还没有实施 pwp持有者的孩子首先的话他是可以这个去学习的 我们知道有一个豁免就是如果父母一方是学签或者工签的话 孩子是可以这个读书的 当然的孩子也可以申请这个这个学习居可或者VR都可以学这个读书 接下来的话就是基于pwp的子女工签呢也是C46到48 这个的话其实这个工签的话是这个 既可以基于配偶工签也可以基于这个毕业工签的子女工签 这个一般情况下遇到的很少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就是说工作年龄的话每个省规定是不一样的 另外的话这个可以包含着孙子或者孙女 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毕业工签一个几个联邦法院的案例 这个的话就是如果大家是一些特殊情况的话可能会用到一些特殊的一些联邦法院的案例来支持自己的申请 那比如说在2021FC1083这个案例中呢这个人的话就是说他有part time的情况 那最后的话这个人的在联邦法院中他被这个允许准许了 那他准许不代表你签证会过期啊只是会打回到IRCC去重审去 那这里面就涉及到说这个法官认为呢签证官只考虑了全日学习的两个可能例外情况之一 但是他没有考虑申请人的这个实际情况 所以这个需要注意如果你是有一些特殊情况的是可以在自己的签证中有相应的这个描述的 接下来2021年FC802的话就是说签证官的话他是有一定的自由财量权的 他可以行使自己的最佳判断和考虑所有相关的因素 那在这个案例中呢这个申请人来自于津巴布韦 那他的主要原因就是说当时津巴布韦这个外汇短缺导致他有两个这个gap 那这个法官的话是支持了这个申请人 接下来就是2022年的这个联邦法院861这个案例 那这个案例的话就是这个法官认为的话就是认为这个在本案中的话 这个签证官的话需要这个运用自己的最佳判断并考虑了所有相关的因素 如果你没有考虑相关因素你直接拒签这个申请人的话是不合理的 这就是我今天分享的内容 那我们今天呢主要分享了这个 如果你作为学习许客持有人 你可以校内工作校外工作co-op工作 另外的话你作为这个学习许客的持有者的话 你的配偶有可能是可以工作的 有可能申请毕业工签 你的孩子是可以读书的 在有些情况下你的孩子也是可以申请工签的 还有介绍了毕业工签 还有毕业工签的这个 持有人的这个配偶和持有人的孩子的一些情况 那最后的话我们分享了几个比较简短的一个联邦法院的案例 那最后呢就是我在YouTube小红书bilibili和知乎呢 都在分享加拿大移民和加拿大留学的相关资讯 如果大家觉得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请关注点赞和收藏 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和我联区的联系 感谢大家收看再见